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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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條例是很有問題的 是完全剝殺了香港人的自由 不是犯不犯事的問題 是說他想拘捕你就拘捕你 沒有需要任何特別理由 有一刻你不小心辣脆了中共 他可能利用一些名義就拘捕你回去 可能下一個受害的人就是你 滿意將內地的制度慢慢搬亂香港 最擔心的是當大家有這個憂慮的時候 大家都不肯再發聲 其實整個憂慮就會收窄得很小 因為如果一個不公平的印度條例產生了 可能會令到國際的營養受損 也有機會有大量的資金走資 離開了香港 其實都一樣會影響整個香港的生態 小朋友將來長大的時候 都一樣會有影響 林志仁跟他說都沒用 他已經聾了 這個時候他目中無人 沒有啊 很討厭這個人 他常常覺得自己做事很聰明 做錯了 想要來人 KNOW L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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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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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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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ALALA LALALA 感谢观看